台湾士大學 大學是什麼 他們到底是太隨興還是太偏直咧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咧 就是這個新聞報導說 相同的專業能力條件之下 外表比較乾淨整潔的人 比較有升遷的機會 好像是這樣 對 而且薪水也會比較高 然後這個失調結果顯示 44.2%認為女生比較多 是房間整齊的 14.3%認為男生是比較多 房間會整齊 這個那都有故意配吧 男生好像就比較髒嗎 是太一個合意 因為我以前都覺得 女生比較愛乾淨 有一次我就是學校的時候 被分配到去打掃女生廁所 女生真的 還是他們知道你要來 我不知道那個都 你的牆壁上嗎 什麼就是 不是 你在講你什麼 你是去牛還是豬住的地方 你是偷偷跑進去的嗎 不是 不是 我是裝攝影機 不是 我就是去打掃的時候 好啦 不過我們 如果按照星座來看的話 最乾淨的星座 第一名是處女座 這還滿符合大家認為 處女座的完美主義 對 然後雙魚因為很注重美感 不容許環境髒 金牛是比較務實認真 所以它會把這個東西都 處理得滿乾淨的 最髒的星座請注意囉 前三名是 第一名摩羯座 納豆湯 太節省 標準差不多 可是妳還滿願意花這方面的錢 對啊 我就喜歡買很多奇怪 對 把家弄得很亂 很多東西這樣 很亂 不是 我家是不髒 但是東西多 就是很顏色 對… OK 第二名是射手座 因為它即時行了 只在乎當下就不用打掃了 隨便… 有錯… 這名獅子座嗎 生活太忙碌無瑕術 這個還好 不知道 好 這個小燕姐是獅子座 小燕姐呢 她購物的太忙碌了 所以東西比較多 沒拆封 她可以叫別人幫她打掃 但都很整齊 是 請問大學生 妳們都有什麼標準來評判一個人 是不是愛乾淨還是骯髒 看這邊自稱是潔癖的竹眉 妳從化妝包來演看 女生化妝包有些很恐怖 對 就是真的 我覺得沒辦法 我覺得化妝包是看得出來 妳這是新買的吧 沒有啦 有用 妳看一下 妳可以看裡面 就是我覺得比較注重化妝包 外面已經很乾淨了 裡面通常是重點 裡面才是重點是不是 粉撲 好乾淨喔 真的很乾淨 對啊 因為有些人是 很髒 很恐怖 好乾淨 而且她臉像 比如說這上面會有一些痕跡 有 還是有 一點點而已 就很乾淨 所以妳是每天擦化妝包 而且我那個粉餅是 幾乎都要很長一直換 有些人就是一塊用到底不換 那種太髒 竟然長相可以判斷一個人是 從她的臉 因為有些人臉就髒髒的 像QV baby臉就灰灰的 對 就很髒 長 長豆子 對 臉看得灰灰的 然後或者是就像深幼這種 就是臉就是這樣坑坑洞洞的 坑坑洞洞 有這樣子嗎 對 然後 那你自己呢 今天 你自己也是骯髒扮 你是骯髒還乾淨 我是 頭髮上面都灰塵 你看 真的 你有沒有帶什麼隨身東西 給我們檢查一下 有 有包包 看一下 來 這個很重 拿出來 裡面到底是什麼 我應該很精采 有沒有很久沒洗的衣服或襪子 不要害到KEN哥 好大 有臭味 妳有在流浪是不是 衣服濕的 怎麼會這樣 有 衣服我洗看都是灰塵的 你看 我怎麼洗 這個氣氛就這樣 對啊 這個衣服都洗過 拿出來 先拿出來 好 褲子好臭 褲子很臭 他說褲子超臭的 他說褲子超臭的 褲子超臭的 他說褲子超臭的 他說褲子超臭的 褲子 好 你們都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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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安酷 為什麼 不是 因為 因為我 是運動完以後 然後直接在衣服嗎 因為我那個 就是有一件褲子 就穿來練舞的 然後我每天都要練 所以就練完放進去 隔天再練 都沒洗 真的 你自己拿回去 真的 真的 我每天都玩的 衣襪簡直是臭到不行 對啊 裡面濕的 對啊 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既然假如未成習慣了 我們就要來研究一下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Niano 你好… 來 我要吃新專輯 10月8號 叫做Friends 恭喜 這個是 好 謝謝 恭喜… 恭喜… 我叫做Friends 因為我上一張比較是給自己 比較自嗨一點 這我想做的音樂 這一張我想往外 一開始的那個靈感是想往外 我一直想說怎麼讓我的粉絲 聽我的歌的人 參與多一點我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首歌 一切都是因為愛 我有寫四段和選 然後請他們錄在YouTube上 然後傳給我們 E-mail給我們 然後我就撿在一起 放在歌曲裡面 朋友 一個朋友 沒有 就是歌名 我們來了大概五百多個吧 五百到一千多個 好酷 然後就拼在一起 網路上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好酷喔 做法 還不錯 就是跟他們一起的一個東西 就覺得這首歌 會讓他們印象比較深刻 參與到 已經不是好不好聽 就是我有參與 是 大家都一起參與 而且看到他的封面照片 就知道他應該是一個 愛乾淨的男孩吧 你看起來對 愛乾淨淨 還不錯 化妝師嘛 還是只是說資料 然後回家就很髒亂 那個房間髒亂嗎 我覺得我屬於 剛剛有一個是寫太忙 還有就是沒那麼在乎 就是 這是髒亂的意思 對啊 洗澡這些我都會包 運動完也要包嘛 要用那個塑膠袋 也不讓那個臭味散發出來 這個是 它也會發霉嘛 但是你拿回家 有馬上泡水洗一洗嗎 那我就洗衣機嘛 對 就馬上洗 就馬上會做嗎 還是會放兩天 運動的那些又要洗 對 但是一般的 一般的衣服就可以放那個漢堡 兩三天吧 因為到我家 我家做隕石坑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回家 然後脫褲子什麼 留在那邊 然後我就 隕石坑 就這樣好幾個洞這樣子 很方便 不錯啊 今天這樣 好方便喔 隕石坑 不要再傳播這種髒亂的習慣 好不好 你不要把事情合理化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 接下來第二位 是我們性理醫生 李光輝醫師歡迎 三位喜歡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李光輝是 李醫師請問一下 李博士請問一下 就是說真的很極端的這個潔癖 跟很極端的髒 是不是都算心裡有毛病 對 一般來講我們覺得這個 對… 這個骯髒的習慣是初一 十五不一樣 少男 少女也不一樣 如果極端喜歡乾淨的 通常我們覺得他如果太超過 我們一般的頻率 我們會說他可能有強迫症 極端喜歡骯髒的 也可能是強迫症的一種 或者是有種叫邊緣性人格異常 他也會因為要反抗父母親 對他的小時候的清潔的管理 他故意把他弄得骯髒 他不是真的喜歡骯髒 所以骯髒還是乾淨 其實看你打掃清潔次數 比如說你一天洗幾次早 你多久打掃這個房間換床單 如果那個頻率上在合理範圍 那我們就認為他不叫喜歡骯髒而已 剛才那個有位同學講 他因為他練舞的關係 他每天丟進去 他只來不及去清理而已 這樣他可能半年才清理一次 可是你說他髒嗎 他不是髒 他是非常髒 對 所以這個是 不是髒 不是髒 非常髒 我們今天有四位 不曉得有沒有病 我們有一些案例 今天來找醫師了好嗎 是的 今天現場邀請了四位潔癖鬼 與骯髒鬼的學生代表 要來看看他們偏執的行為 對身旁朋友帶來多少困擾 為了考驗潔癖鬼的緣耐極限 我們將他們的椅子弄滿頭髮 要來看看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馬上先來看看一號潔癖王朋友的控訴吧 他如果真的抬到頭髮 他就會把腳抬起來 叫你幫他剪他腳上的頭髮 為什麼我要幫你剪啊 真是覺得很莫名其妙耶 假睫毛啊 就是毛髮類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很想吐 他就會在旁邊就是 剛剛我給你看 真的覺得 就乾脆叫我們把頭髮離光 然後都不要化妝算了 他上完廁所之後 居然會拿衛生紙擦 洗完手還要再噴酒精 噴完酒精之後還要再烘手 一個男生 為什麼上個廁所 要有這麼多龜毛的舉動 一起歡迎這一位 閃電主場 閃電主場 是素德柯大 表演藝術系統學 一號潔癖王閃電 在朋友眼中相當龜毛 據說他碰到毛髮類的東西 就會噁心想哭呢 剛剛是什麼頭髮、睫毛 是你不喜歡的東西 對 就是如果掉在地上那種 就是不知道是誰 等一下 為什麼有衛生紙跟套紙 對啊 因為就是 因為他就是可能別人有用過 怕會不乾淨 所以就是 那你的 是我 是我 是真的 你真的會這麼做啊 對啊 因為那個麥克風 可能就是前一個人用完 會有口水噴在上面 就會有那個味道 是因為演唱效果要好 所以有專用麥克風 你是完全 他這樣講也沒錯 因為我們這麥克風 起碼大概一千個人用過 也不會有過吧 可是你又沒有要親它或舔它 你覺得它會鋪向你嗎 麥克風 怕會聞到那個意味 所以這個套子是錢櫃ㄎ出來的嗎 還是 沒有 所以你會打聽你今天要去什麼地方 然後準備相關的東西 就是出門前就會相關的 人清潔的東西就會先準備好 你剛說髮頭髮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可能我自己有想過 我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 家裡就是夏天可能會睡地板 然後我媽就是有頭髮掉在地板上面 然後就是 你真強啊 對 可是重點就是我有一天 早上起來之後 發現有一根頭髮卡在我嘴巴 然後 你為什麼要吃媽媽的頭髮 我不知道 就是可是卡 每次你也有做夢 然後爬下媽媽這樣 對啊 所以我真的是卡在嘴巴就算了 然後我一直用手摳還摳不出來 就是留下了一個 深刻的陰影在我心底 對 那真的是頭髮嗎 真的是頭髮 因為就是 還是小孩子 還是小孩子